欢迎回来感谢收看 今天这支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痘 此痘非彼痘 我说的痘不是你很痘趣很幽默的痘 而是你的一种皮肤症状皮肤炎症痘痘 大家知道痘痘的话呢它分成好多一种种类 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分清你皮肤上痘痘的类型和如何的一个treatment 我也是一个就是之前痘痘肌的一个受害者 所以说我有比较多的经验还有几样护肤产品想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一些建议和一些小tips的话 那就不要走开咯 首先来说一下痘痘的类型吧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就是粉刺类的痘痘 粉刺类的痘痘怎么来分辨呢 就是说你皮肤上有那一些小臂口里面你看到有那种白色 对白色或者是有一点偏黑的 所以说分成两种白粉刺和黑粉刺两种封闭型的臂口 那种也算是痘痘的一种类型 对于这种粉刺的话 它和你的生理啊和一些荷尔蒙是无关的 它就完全的是一种你皮肤有可能没有做好很深层的清洁 这样子的问题才会发生臂口情况的粉刺类痘痘 第二种常见的痘痘类型叫节节型痘痘 就是很多女生占大多数会发的长期型的一种周期循环痘痘 就是你发现一颗红色的臂口 然后你摸在上面伸着鼓鼓的像一个就是包一样 它很痛就觉得也挤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一些白色的就发出来的内热的征兆 所以说那种痘痘是比较难treat 你需要一个饮食上啊和你生活上作息上的调节才能调节那样子类型的痘痘 第三种囊种型的痘痘呢是比前面节节型的痘痘更夸张 就更大的一个囊种的包包 它比较多的针对于发在耳朵后面啊 有时候你背部会有那种比较大也是很难挤出来的痘痘 那样子也需要你的一个作息调节 比如说你要早一点睡觉啊 然后你可能不要擦太多那种香蜂的东西在身上 都是对那样子就是一个囊种型的痘痘是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 这三种痘痘呢就是最常见的三种痘痘 然后它们会在不同的period发生 就for example像你青春期呢 它有可能会那种节节性的痘痘比较多 而且在不定期你一个月可能两三次 比如说一周期的循环 你都有可能发那样子囊种型或者是节节性的痘痘 然后比较让你觉得难以出门 或者是感觉很难去清除那样子的东西 所以说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小tricks 怎么样去做这样子一个调整 然后给你皮肤一个比较好的一个improvement 除去我刚刚说的那一种粉刺型的痘痘 是和你天生本身的一个皮肤状态有关之外 另两种我刚才提到的痘痘 它可能和女生的一个就是内分泌荷尔蒙相关 或者用一个大家比较普遍能够听到的话来说 就是你如果在女生经期的时候发生后两种那种囊种型的痘痘 是比较常见的 或者呢有时候你比如说压力痘啊 特别像对我个人而言 有时候要考试啦 或者是最近事情非常的多的时候 我就睡眠不好什么也会发生那种比较有周期性的痘痘 就可能一周来个一两天那样的痘痘 但是那样子来的快去的也快 最讨厌的呢就是那种长期反复循环的痘痘 就有可能你每个月都要比如说30天 你25天都有一个痘痘 就是你脸一直觉得有可能有一种肿胀的感觉 然后又觉得哎呀好像皮肤状况啊各种都不好 就因为痘痘的生成 光光是护肤方面包括你的饮食啊生活作息 还有你生活周边的一个环境水质 都可能影响你的一个痘痘和它的一个生长情况 所以说今天我先给大家一些比较basic基础的一个知识 和一些产品的推荐 我自己的一些小建议 告诉大家我是在之前一个痘痘期怎么样存活过来的吧 对那我们先来说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点就是要多喝水 水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给你身体内部的一个循环 不单单是对于你的皮肤啊 对于你整的一个身体的机能 是一个可以带走你体内的一个垃圾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喝水 而且水又是非常就accessible 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水嘛 所以说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天天补很多很多的水 就像我个人而言 我在喝水上面的技巧就是会放一些不加糖的柠檬片 或者是加一些莱姆片和任何水果 如果你喜欢吃桃子啊草莓蓝莓 你都可以把那些水果放在你的水里面 给它做一个那种infuse 就是你水里面会有一点点那种香气 而且水果里面的维他命的话也给水有一个非常的充分 就反正绝对是好的啦 就是充满维他命的水给你的体内绝对会有一个flush out你的一个体内垃圾这样子一个效果 所以说如果想要有一个比较健康 治痘痘第一步的一个好的抵制的话 那第一步就是要喝水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几个你能不吃就不要去吃的几样东西 特别是你在治愈痘痘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 第一呢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里面或者是糖分带比较多的东西呢 你就不要吃了 因为糖分就会刺激你痘痘的一个生存 而且是带有糖分比较高的东西的话 里面它热量很高 因为热量高它会促进你痘痘的生长 你们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想要keep你的痘痘at bay 就是不要让它继续生长发出来的话 少吃糖少吃盐绝对是很好 就是你饮食比较清淡 我在这一点做到以后 我发现我皮肤整的一个质感的提升是非常的明显 特别是再加上你多吃水果蔬菜 就是那些比较自然天然的糖分是没有事情的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水果里面嘛 天然糖分没有关系 然后蔬菜特别那种纤维膏的东西 可以带些你体内垃圾的东西 都是非常好的 你需要去吃的东西 第二个我希望大家不要吃的呢 就是这种素风类食品 或者是已经processed food 就像这个方便面 虽然方便面啊什么那些 就是packaged food frozen food都非常的好吃 但是那些东西对你体内的一个消耗 它代谢不出来 你们知道吗 就像一个方便面 你可能要28天30天 你才能把那些垃圾啊 那一些不好的塑料物 在体内才能排泄出来 也排的不能特别干净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吃那样子的东西呢 就拒绝processed food 是这样子的 对我个人而言呢 我每次去超市 我都会走 你们知道超市周围一边 就是那些fresh food fresh meat fresh vegetable 那一些地方 东西都要是新鲜的东西 比那种已经processed processed怎么说 就是已经加工过的食物要好很多 对你的人体来说 对你的代谢方面 像豆豆为什么会生存 可能就是因为体内的垃圾 或者是你的皮啊 胃啊 有可能不好 它也会在脸上某个部分生成痘痘 来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警告 我这里还有个例子 就是一个你绝对不能吃的东西的 一个经典的一个完整综合例子 就是八宝粥 八宝粥为什么我说它非常的不好 一它是加工类的食物 而且是这种can的食物 就是你又可以储存很久 就是你都不知道里面完全没有营养任何的营养价值 而且它的糖分非常高 我在后面看到它后面写着营养标签上 它的糖分有30克 30克的糖分你有可能一天都有点太多 更别说你这样可能就只是一个小零食啊什么 所以说这种高糖分放在这种铁罐子里面的加工食物 千万不要去吃它好吗 就不要吃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抵质来抗争你的痘 最后我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护肤产品 对于那一些长期抗痘的同学们 或者是你可能临时暂时会有几颗这种深层的痘痘的话 都可以用这几个产品 先从化妆水开始来说 第一个是梦妆的一个Tea Tree Anti Trouble Toner 这个是一个爽肤水 它这个爽肤水里面含有的是茶树精华 茶树精华呢是一个比较基础 也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制豆精华 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爽肤水里面 它就有一种非常强效的清洁 然后带走污垢带走痘痘上的油腻的一个作用 大家知道如果你有痘痘的话 一般皮肤是会比较油嘛冒油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toner 它就可以给你带走那一些不好的油腻这样子 也不会让你觉得皮肤很干 因为它的酒精成分不是很高 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梦妆的 Anti Trouble Tea Tree Skin Care Toner 然后你们看我这里面已经只有用到这么一点点了 所以说每次我有痘痘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局部擦在我那个痘痘的地方 第二个产品和大家说的是这个clinic欠壁家的一个制豆豆的精华膏 这个制豆精华膏呢 它里面的浓度是非常的高 然后就像那一种gel的那些质地 你们看就是这样很绵密的 它不是擦在全脸 它是专门就针对你一颗痘痘 你冒出来几颗痘 你就单单的擦在这个痘痘上面 我为什么会非常喜欢这一款产品 因为就像有时候我生理期的时候冒两颗痘痘 我就把它前一天晚上擦在上面 第二天它就消肿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说我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我非常推荐的它 而且它擦在皮肤上有一种凉凉的薄荷的感觉 也是那一种让你皮肤觉得嗖嗖 不会说因为痘痘而膨胀那样子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说我很推荐这一个作为一个针对的皮肤上痘痘的一个精华 另外一款产品呢 是一个面膜 这一个来自发光面膜家的Glam Glow Hollywood Glam Glow的黑泥面膜 这个黑泥面膜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这一款已经有点干了 我倒是要去买新的了 它里面就是一种泥的质地 它这个泥的质地为什么非常神奇 它里面和一种树叶combine在一起 你擦在皮肤上的时候 它干掉以后 你就会觉得那一块皮肤非常的紧绷 就不会因为你的痘痘而感觉皮肤非常的肿 我觉得在治愈痘痘的时候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让你的痘痘消肿 消炎症 那样子是第一步制痘的方法 这个面膜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皮肤 专门针对的部位 for一天 然后你晚上 比如说你晚上洗完澡以后 你就把它擦在你的痘痘上 到第二天醒来以后再把它擦掉 虽然它有时候会有点干 让你觉得不舒服这样子 但是为了让你的痘痘消肿 那什么是不可疑的呢 对吧 所以说非常推荐这一个 就是Glam Glow家的黑管面膜 如果大家手头上一下子找不到 那一些去痘的产品 但你又想紧急去痘的话 那我有另外一样法宝想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一个眼药水 不necessary是这一款啦 但是一个那种消炎的眼药水 就是你有时候你知道眼睛很痒啊 时候你用在眼睛里面的眼药水 你可以把它擦在痘痘上 因为它眼药水里面有消炎的作用 而且更何况它如果可以滴在眼睛里面 对皮肤当然是有更少的伤害咯 所以说消炎的眼药水 你针对的擦在痘痘上 有给它去肿去消炎的一个效果 是非常的好 我之前就像我初中的时候嘛 我额头上发了好多那种青春痘 接着我就是去医院 医院医生就给我发了一个处方 都是眼药水 消炎的眼药水 我那个时候就擦在皮肤上 就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嘛 我皮肤上就额头上那种 一两年的那种老痘痘啊 什么痘印全部都消除了 我觉得是非常的神奇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秘诀交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内心 好啦那今天这就是我整的一个 痘痘护肤的一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支视频的话 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分享哦 这样子也能给我多多的支持啦 我也会非常开心的 那话不多说咯 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美的早上中午 或者下午 depends on你们在哪里咯 那就下次再见好吗 拜拜